你知道曾经的上单有多难吗? 在那个还不分对抗路和发育路的年代 上单基本上被称为孤儿 因为上单兑现的都是对方的射手和辅助 这时候考验的就是上单的抗压能力 毕竟是一打二 而且对方还手长 基本上四级以前 上单只能憋屈地躲在防御塔里 因为还要防止对方打野突然跑来抓人 那时的上单经常在想 队友都在干嘛? 下路还没推掉吗? 中路和打野怎么不来支援我一下? 我这边快扛不住了 虽然上单经常一打二 但那时的上单确实也有很多比较强势的英雄 比如凯、花木兰 记得在S9赛季左右 天美为了应对上单男的局面 把坦克和上单全体加强 那个赛季的射手是真的惨 完全打不动坦克和战士 就连职业玩射手的玩家都被打哭了 如今 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 路线划分更加清晰明确 虽然这使得对抗路的情况变得简单了许多 但也不可否认 过去的上单挑战带来的乐趣和刺激 是现在所不具备的 不少上单玩家们怀念着那段充满考验和成就感的岁月